喜歡爽快的砍殺戰鬥 還有有點難度挑戰的玩家 可以來試試看這款新推出的獨立遊戲 《忍者一閃》 我們要扮演流浪忍者牧場 憑藉手上一把鋒利的日本刀 砍敵人就像砍瓜切菜 攻擊時畫面會配合震動給予回饋 搭配音效和連擊特效 呈現出優秀的打擊感 復古 2D 橫向的關卡中 有大量的平台跳躍要素 以及許多致命陷阱 主角可以藉由手裡劍解除陷阱 或是用發動瞬移躲避危險 身手十分靈活 不過偶爾還是會敗給製作團隊的善意 還好我們可以在檢查點無限接關 不是從頭開始 隨著進度推進會學到四種EX 技能和 SP 技能 每個都非常好用 例如短時間內無敵的水 在跑圖時就可以無視陷阱和敵人 加快攻擊和行動速度的崩 打Boss 時可以用超快的攻速爆發一波傷害 EX 技能使用後要等冷卻時間 SP 技能則要有足夠的 SP 量表才可以使用 招式多也要掌握資源 忍到最佳時機再使用喔 關卡中獲得的魂可以用來在據點中升級能力 像日本刀升滿後能夠砍子彈 其他技能則會減少冷卻時間 只玩一輪的話肯定是升不滿 所以全破之後還可以任選關卡重玩升級 喜歡動作遊戲的玩家 可以以更高的評價為目標 不斷挑戰喔